歡迎觀眾朋友 介紹在關心細心新聞 來自鹿草鄉的消息 中秋節 鹿草鄉有重要的民宿 半壁多東 最好頂頂 三百多名的民宿分作六祖 半十八道來伺手去拿外賬 外賬的民宿都是全家出黨 參加時有一堆年輕人和母 帶到兩個小孩來參加 就贏了二十多塊的外賬 手去可以說是最東翁 總共三百多的民宿沒有很大小 和大家分作為在島嶺一宿來練習 這就是六超鄉親的一堂 中秋節 傳統民宿半壁多東的現場 很多都是專家出黨來參加 像外賬上這口罩 四人所半壁 是坐到連手都拿不完 沒有去可以活動 辦活動這樣子 因為可以吃到免費的餅乾 餅乾是不是 你拿到幾塊 二十幾塊 經過了解 半壁的傳統 是從早在民調開始流團 已經由到電信公問哈將軍在金門地区 性大基盤 尚是體育 關兵思念高雄的 暴露性外賬 歷史在十七年前 因此六超鄉 根本只是下團成的外賬 但現在已經提供到各社區 暴露性外賬 甚至是暴露性外賬 歷史三百幾年 幾乎都是失傳 都失傳 但是我們嘉義官 我們的六超鄉 我們理事 體育會理事長 就是楊秀玉議員 我們的公所 林務會廂長 他們兩個很有心 每年都要辦 每年辦這個半壁 已經17年了 17年了 我正四人到這次 只要離車看過半壁的活動 就是比照金門 比照廈門 他們的中秋節辦壁 外賬 開始印證 回到六超 由舊國團陳進展先生 把我們印證回來 楊秀玉表示 我當時由六超鄉體育會 和六超新興健康協會 共同主辦 竟提供一台折疊式腳踏車 作為到台育總管頭的中品 是由各州搬出總管頭 最好才比一次台育的總管頭 而且每年都結合到 六超鄉在地的店家 共同基盤 又可以交到店家 消費集點 就可以參加到中秋的搬邊的活動 希望說結合我們入草的商家 我們從這個活動辦促銷 凡是來入草消費的人 只要積滿點數 都可以取得資格參加外賬 希望說 藉由這些文藝業的活動 來結合地方產業 提升大家的生活品質 你幾隻是用六顆的 連搭子在的童話說 連出的店舖 同大眾是全部店舖 都一樣叫做六波 可以拿到全部的外賬 另外連出的四個紅市 也是五個店舖 一樣叫做總管 可以處理到總管外賬 你連出的一二三四五六 也是三個店舖都一樣 叫做對董 另外三個紅市叫做三紅 四個一樣的店舖叫做宿景 兩個紅市叫做禮記 一個紅市叫做一首 都可以拿到大四個的外賬 雖然是我們口咬紅 六超香 彩虹不得